大家好,我是东宝行辉 今天我们来讲全员OMG最新的160话 上回讲到夏宝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这一天龙鬼像个少女漫画里面的主角一样 从床上悠哉地醒来 和他这种睡到自然醒的大小姐不同 勤学苦练的光我早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修炼之旅 而他的陪练对手正是上一部的主角石鬼蛇王马 哇靠,光我你他妈的是妹模式吧 这是要把全员三大战力都给吃干马尽的节奏吗 而王马更是说到 如今能够交给光我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一旁的山下来还在给鬼龙补剧情啊 说王马给光我当陪练不是一天两天了 喂,这就是亲儿子级别的升级速度吗 说吧,光我和王马的切磋正式开始 前则先是一发刺拳啊 然后紧接上下段梯左右开弓 不用想也知道啊,全部都被王马轻松招架 但就当光我准备再次出拳进攻的时候 王马突然闪开啊 然后痛击了光我的内下 光我被这意想不到的突吓直接打到卡坛了 王马随即表示啊,开始复盘 光我虽然拥有顶级观察能力全眼 但是完全观察不到刚才的攻击 再者光我还和玄冥二老学习了仙之仙 但仍然捕捉不到王马的意图 只要就是王马要交给光我的最终绝技 对抗高手的技巧 只要从死角发动攻击 你的目光就捕捉不到我 而消除进攻的气息 你的感知就无法预判到我 王马提到的死角攻击 很好理解就不说了 而对付仙之仙的方法 我估计应该是和独步的菩萨之拳差不多的原理 也就是打出毫无杀意难以预防的拳头 虽然光我能够学到王马传授的高阶技能是很棒棒了 但是他也再度感觉到两个人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哎多少还是有点小尴尬呀 然后师徒二人就开始了一段非常奇葩的教学 王马并没有传授光我任何的敲门 只是示范打拳的动作让光我自己领悟 光我忍不住吐槽 哎你以为老子真的是卡卡西是吧 看一遍就能学会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了 一旁乖在那山下和龙鬼看着光我刻苦学习的场景啊 自然而然聊起了光我未来的发展 目前啊光我已经算得上是一名强大的斗技者了 如果他能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里有所建树 说不定啊真的能和更高层次的对手碰上一碰了 嘿你没有听错啊新的淘汰赛终于要开打了 这次的比赛名为战鬼杯 是全院和炼狱共同举办的 连新日帅这边也要派出春兰参战啊 就在耐税好奇关林为什么不也参赛的时候 后者却爆出了一则惊天秘文啊 那你这次战鬼杯啊只是为了给新人炼手 背后的真实目的啊 是为了之后的全院绝命淘汰赛预备人才的 还没等我惊掉下巴 镜头已经转到了全院会长奶木这里 哎我其实就是个废物啊 因为我私自决定和炼狱合作 全院会这边的反对势力已经提出了 要展开淘汰赛争夺新的会长了 哎我真的是吐了 奶木这个屌人到底有什么作为啊 第一部的早期明明展现出了超级治疆的风范 当了会长之后烧操作却层出不穷 致力一跌再跌 全院会日渐衰退不说 现在连自己会长的地位都要不保了 不过比起这下我还是比较好奇 哎这个秘书穿的是什么西装啊 哎呦还会反光的 呵呵呵 说为正题啊 既然本次战鬼杯是为了检验新人的比赛 那么大集团自然会保留战力啊 不派出顶级的斗技者 等到绝命淘汰赛的时候 再大展拳脚也不迟 另外这次战鬼杯已经报名的人数有25个之多 秘书说啊要进行预选赛 我估计就是先筛掉一波菜币啊 最后留16个或者8个人来打比赛 不然32人淘汰赛的节奏未免会拖得太慢了 接着漫画里简要介绍了几位参赛选手 基本都是大家的老朋友和之前提过的超新星 而这次比赛的最大热门 不用说也能想到啊 自然是先代大帝绞杀王金锦小宇宙了 另一位呢 则是王马清传弟子光我大帝 一听说光我要参加淘汰赛 龙鬼也按赖不住了心中的胜负欲 TMD 我龙鬼可是人称小王马 也是个要面子的人啊 我以前可是分分钟随便吊打光我的存在啊 不行 我深情要和光我进行单挑 就这样 垫脚石二人组的卧王龙鬼 也加入到了战鬼杯的淘汰赛当中 但是现在生活难散 疏于锻炼的龙鬼 真的打得过勤学苦练 奋发突强的光我吗 本话结束